又到了我们说书的时候啦 哈喽 哈喽 嗨嗨嗨 欢迎回来每个礼拜的 小题大做 这一次呢 我们要讲一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话题 那就是 什么样的人适合算命 对 适不适合当命理师 对 什么样的人又不适合算命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就会问完世界队 突然补充一句说 老师那我可以算命吗 好 其实我也很想要讲这个题目啦 因为真的很多人来找我算的时候 就讲说 我敢不适合算命 那其实我说 啊你不是已经在学了 他已经在学 很多其实都偷偷学 对都已经学喔 学很多种 还有学姓 对姓名学啦 还有学紫薇啦 还有学易经啊 然后就来看我们怎么算 对 那我们怎么样这么准 可以存活这么久 对 对不对 哈哈哈 然后这个人怎么还要传承要接下来 嗯 其实呢 要命中要有 我常讲命中不行就不行 嗯 如果说你命中呢 有空有流有破 对 尤其是破跟空 所谓破的人呢 嗯 就是他会讲错话 讲坏话 嗯 讲不正确的话 然后很难拉回来 那呃 有空的人呢 是非常的固执 别说我是邢老师 我就是要这样 不是 是你要看对方的命理怎么样 嗯 命理 嗯 命的道理喔 不是命里面的理 是命的道理 嗯 命有命的道理 对不对 做人有做人的道理 所以命的道理呢 你一定要理解 对 好 那呃 如果今天你要做老师的话 有五大条件 什么条件 有五大条件 第一个呢 就是 欸你的存款里面 有五百万以上 真的很对 对啊 对不对 而且这是在18年前 我就规定五百万以上喔 嗯 我有收学生 有男有女 对 然后那时候那女生说 有我有超过五百万 好没问题 所以他就拜师 嗯 那新加坡的陈先生 他也有 他还有三个房子 那他有好几个五百万 我说OK 第二个呢 是你没有离过婚 破的人离过婚就不行 你懂吗 离过婚的人不适合 对 有破 有没有恨 有 以后他只要讲到说 男生外语说 嘿好戏 哈哈 就不不行 对不对 就是说你自己 有破婚的人 就是已经破了 有破了就不行 然后再来有恨 如果说你跟 我说你跟谁不好 他说我也没有跟谁不好 我只是比较 我看不起我爸爸 然后我跟我姐姐没讲话 哦 sorry 他跟家里 你都不爱你的手指头 亲手足 你的亲手足都不爱 你怎么去爱别人 你怎么去帮别人 要有孝顺 要不要孝顺父母 你跟你爸爸都不讲话 你怎么去帮助人家 嗯 这个是持心悲心的问题 还有呢 就是你要同情心 你要有同情心 你要有同情心 然后你要感同身受 你才有办法去帮助人家 嗯 第五大项就是你要有信仰 不管你是阿门阿拉阿弥陀佛 嗯 你要有皈依 你要有受洗 你一定要得到 就是说你在你信仰上面 那你就会遵照 你的这个信仰的里面有道理 有法条 然后会去遵从 然后至少说我会付出 我会去博爱 那我会去愿意这样子做 所以信仰很重要 我们回到第一条 就是为什么要有钱 其实算命 算命很多都是跟宗教信仰 都是绑定在一起 对 没错 那为什么讲说要有钱 今天他都缺钱负债 那不要以为算命这个非常好赚 嗯 错 那呃 如果你今天有负债 然后你为了急着赚钱 然后乱七八糟说 这是 这是就要求的 马上 不只要受 马上做不下去 还有 马上会有 这个因果 会上升 会有报应 所以这个不要开玩笑 所以今天不缺钱 而且 因为你有钱 不只是有钱 就好好算命 还要有钱 对 你要有钱 你看到人家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需要 那你还要把钱拿出来 去帮助他 你自己都缺钱 你怎么帮他 对 对不对 还有就是像这个疫情 就是 当然很多南部的来 说老师 呃我被裁员了 那我要来找你算命 你坐高铁或坐桶联都要钱 一路来你还要吃个午餐 随便都要吃一餐 还要买饮料买水都要钱 那他都没有工作了 然后家里又不是很好过 我说不用来啦 一个问题 没关系 你告诉我你的八字 然后我帮你算一算 他说 那我钱怎么给你 我说没关系 你找到工作 对以后有钱 你找到工作 然后你再会给我 他说老师 你很有钱 我说 不是很有钱啦 但是我现在至少吃饭 有饭吃有房子住 我还可以帮助你 没有问题 现在疫情嘛 大家活下来就不容易的 而且活得很辛苦 过得很辛苦 所以没有关系 那你要有钱 对不对 你没有欠钱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帮助人家 这是很重要的 至少无后顾之忧 对无后顾之忧 你自己都很困难了 怎么去解决别人的困难 所以做一个老师 我都不敢讲我是大师 我只要不要大师所望就好了 对啊 对不对 能够解决人家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所以人家讲 行大师行大师 说没有没有 我希望不要 不敢不敢 不要让你们失望就好了 对啊 所以呢 我当老师就好 我是老师 我是老师 老师就是老师 好 那所以呢 要有愿意去帮忙 愿意去承担人家的苦 愿意解决人家的问题 那愿意听人家倒垃圾 真的 还有呢 就是帮他想办法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老师的条件不难 现在收学生就是 你的存折里面 你要有一千万以上 然后你要有房子有车子 然后当然你说 啊房子车子有贷款没关系 至少你如果存款有一千万的话 你不会看到人家有钱 就在那边 想要去骗钱 你知道吗 就觉得说 对 所以这样子合不合理 小巫老师说合理喔 好 那就合理 那最重要的是 还有那这五项 出这五项还有哪一项最重要的 第一个 不是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 要有兴趣 要有兴趣 对 对 如果说你今天对这个没兴趣 就觉得 欸算命很丢脸耶 有的人觉得算命很丢脸 都不敢讲说 啊我是算命耶 我是算命先 其实现在这种 身心灵产业是很蓬勃发展的 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都就是 心里很多问题 嗯 对啊 小时候小朋友我就问他说 欸 老师讲你妈妈是算命的 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 如果你觉得很丢脸 那妈妈就去摆 继续去摆夜市 嗯 继续去摆地摊 啊 因为我从来没有什么觉得丢脸 啊 就像我爸爸讲 男不能偷 女不能贱 那就不会丢脸 所以呢 我觉得我是做很快乐的事情 而且我结交了这么多的朋友 大家就像亲人一样 所以呢 当然也很谢谢大家 啊 相信 你所相信的 相信才会相应 对 那我也相信你们 所以我们都相信 那我们也相应 就像我们讲说 欸你们相信我们家的官僧帝君 那就会相应 就会得到保佑 就会得到保佑 是吧 所以其实这五大条件 不难再加一条 就是有兴趣 好 如果有这五大条件又有兴趣的 来吧 当我的学生 OK啊 好啊 如果有兴趣的话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OK好 如果有任何线上补挂 线床补挂 或者是风水命运的问题的话呢 底下我们来 欢迎教我们 OK好 拜拜 拜拜 不管你喜欢我的频道 小题大做 提醒你一下 提点迷津 提升新闹 还有既拿摆轨的话 赶快帮我订阅 点赞 加分享 拜拜 拜拜